看来,我们只能共同迎战了 做梦也没想到,会和你一起战斗 别废话,集中 白叶,我们上 抓到你了 小心 超硬刀,给我炸 师傅,给你个烟花描眼 星傻,你在描哪里 眼睛是长歪了 对不起,主人 小姐,你没事吧 居然搞偷袭 他们不是一贯如此吗 准备好反击了吗 当然 星煞,还愣着干什么 他们实力在我们之上 风铃,打配合吧 我也顾你 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就是现在 师傅,接我 别过来啊 对不起 主人 我答应了 一个个没用的东西 滚开 这可是我的地盘 我不允许有人在这里 消招 看看你们能冲到什么时候 不愧是西萨大人 不愧是西萨大人 太明智 太周密 太 有时间废话 不如赶紧干掉他们 赵银,水够了没有 水够了没有 时刻准备着 要撑不住了 别说话 尺林峰 赤银蹄 炎破 尺 至现在 快走 我们坚持不了太久 你们先走 我坐后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位置 是她 发来的信息 谢谢 我可没打算信 你们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这个说来话长 又被他们跑了 什么跑了 快追 事情就是这样 幸好我们赶上了 你们也太逞强了 放心 我们身体好着呢 严谱 严谱 什么 哪里痛 这是星煞的刺 有毒 我说怎么有点疼晕呢 原来是这个 怎么会这样 没事 响声而已 快让我看看 还有没有没发现的 你也给我看看 你们绝对不能再受伤 一点也不能 秦风 他是怎么了 未来世界中 爆裂飞车们为守护超世界 和灵团展开了大战 不幸的是 所有飞车都牺牲了 包括赤灵风和燕破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许应兰 必须保护好自己 才能长长久久地活着 景风 大家现在都没事 可是 他们俩是不是有点小提搭错了 我的背 别碰我 对不起师父 叫什么叫 赶紧找燃 就这么大的地方 我看还能藏到哪儿去 别躲了 我看见你们了 师父 好严厉 但是 他们在哪儿啊 这是计谋 计谋 懂吗 我也来 干什么蠢事的 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会被发现 得找个更倚弊的地方 我知道有一个监控盲区 跟我走 你怎么不早说 来了 都别动 你们就躲在这里 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被发现 那你呢 我去引开他们 你们找到机会 立即撤退 看什么呢 我在这儿 抄引刀 给我抓住它 别跑 行上 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 是 主人 我怎么突然有点感动呢 他一定会没事的吧 你现在还难受吗 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你永不是第一次站的 真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 给我看看 飞轮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们 从小女场出来 你们就很不对劲 飞轮 我们是伙伴 伙伴之间最重要的 就是坦诚 我们并不想瞒着你们 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有啥不好说的呀 哥哥 我不想瞒了 他们有权知道 张昭在邮件中告诉我们 在未来世间 所有飞车 全部牺牲了 所有人 都没有成功阻止领土 包括你 我 我们 所有人 多大的事啊 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所以 你必须保护好自己 谢谢你告诉我们真相 但我们看到 空翼和巨人前辈 拼出性命的那一刻 就已经做好了 付出一切的准备了 没错 飞轮是不怕牺牲的 这是我们的觉悟 可 我们连辉玉的终点 还不知道在哪儿 这仓库不就是吗 我母亲留下的彩蛋里说过 终点会有两枚变形晶片 但到现在 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一定还存在 我们不知道的区域 排除一些不可能的 剩下的 即使再不可能 那也是真相 什么意思 辉玉的终点是间房间 既然房间里没有 我们想要的东西 只能证明 那还不是真正的终点 走 回去看看 大家小心 风铃 你没走 你们也没走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不也在这儿吗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 我头都约了 你其实是为了甩开我们 才说要去掩开敌人的吧 你刚才是骗我们的 亏我还敢动了那么一小下 敌人确实被我支开了 怎么能叫骗 虽然你这人有时表现得不那么真诚 但我相信你救我的时候 是带着真心的 救你 怎么回事 当时我中了陷阱 失去意识 是风铃唤醒了我 其实他人挺好的 看不出来 你还会做这种事 我才不是救你 我是觉得你枉费了你母亲的一片苦心 顺手 那么作罢了 还破坏了我原本寻找必杀晶片的计划 你怎么知道必杀晶片的 所以你的计划是 与你们无关 风铃 如果我们之前有过节 是我的不对 但这两枚必杀晶片 关乎到超世界和全人类的未来 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 凭什么 我不关心遥远的未来 我只想变强 然后超过你 我才不和我的对手共享信息 未来 所有飞车都会被领土赶尽杀绝 包括几重 我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 才有可能改变一切 母亲留下的彩蛋信息 已经很明确了 灵图就在晖玉的终点 你知道 究竟怎样才能到达真正的终点吗 去那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看问题 不要只看表面 让开 这才是灰玉真正的终点 都注意这些 据说在这里掉下去 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不能再登陆超世界的账号 并且系统会抹掉 你在超世界的所有的痕迹 太恐怖了吧 这就是灰玉真正的样子 他们好像都不会动 智能精灵 你们终于还是到了这里 我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灵图 哥哥 他和我们家的智能精灵 长得叶母一样 别掉以轻心 这是个很危险的敌人 灵图 我妈妈到底在哪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别装了 妈妈的昏迷和你逃不了关系 既然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 那你一定知道些什么 快告诉我 她 已经死了 你胡说 人的意识在超世界待了这么久 早已经没有活着的可能了 怎么没可能 她的大脑还保留着神经反应 只要让意识回归肉体 她就可以苏醒了 所谓的神经反应 是来自于超元眼镜带来的刺激 就算让她的意识回归肉体 也只会加速她的死亡 你骗人 白燕 等等林依 小姐 陈离邦 休的 黎毅 妈妈一定还活着 等我打败你 我就能带妈妈回家了 欺骗 默弱 人类的劣根性 始终都存在于基因中 睁开眼睛 看清现实吧 哼哼 嘿嘿 我就说你们跑不了的 出击 不行 敌人太多了 等等 她手上的是 必杀晶片 是那个智能精灵 在为他们不断充能 一阶段实战数据收入结束 与预测匹配度 99.9% 她在说什么 老板是在拿你们测试她的AI大军 这是她未来侵占超世界的主力部队 师父 对不起老板 对不起 原来 这才是你暗中收集能量的真正目的 我诞生自超算 超世界本就该属于我 灵灵那个女人 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 我才不会让你得仇呢 看招 冲啊燕破 草叶的小鬼 我们去对付灵仪 我们不难过 妈妈向你保证 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密游戏 那里会有日夜交替 会有四季的变化 不行 那个建造计划不能搁置 灵仪会体量的 妈妈为了建造超世界 可是连我都抛下了 她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 难道 你 嘿 白燕 飞轮 必须把那两枚必杀之剑抢过来 准交给我 陈丽风 自负 自私 我的信息库中 记录了数千年人类的进程 但我只计算出一个结果 人类 必将自取灭亡 一负出颜 一负出颜 二阶段实战数据 开始收录 五颜 走 峰鸾 斐轮 你看着吧 暴烈出击 暴烈变形 击咒 ép 富林 小心 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弱小的我了 这就是必杀晶片 富林 小心 富林 富林 秦师叔 不要松手 人类输就输在 不会计算最佳战斗方案 这种救不了人 还得上自己的选择 愚蠢至极 快躲开 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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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 滚开 有本事再跟我比一次 让开 你也是暴力飞轮手吗 我 我 我 有兴趣的话 我期待有一天能和你赛一场 我有一天 也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吗 只要你继续努力 一定也能成为比赛冠军的 我是想 成为和你一样 能帮助别人的人 你 呃 松手 松手 别管我 醒悟吧 不堪一击 什么 点破 害我的 啊 废物 老 老板 嘿嘿嘿 对不起 就是现在 去凌风 西风龙卷 干得漂亮 哥哥 你没事吧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什么 当年 我崇拜你 在拳网攻击你的时候 全力为你生缘 可你却引导粉丝网爆我 你在说什么呢 我哥哥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不再追随你的脚步 甚至站到了你的对立面 可是现在 你又拼了命来救我 风铃 你说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 网爆事件后 觉得奇怪 于是暗中调查过 我也调查了 可是 并没有找到造谣者 其实当时有大量不明真相的用户 一起攻击风铃 是被家中的AI智能精灵所蛊惑的 什么 哦 我明白了 一定是这个智能精灵头头 命令他的小弟们干的 没错 只需要通过网络链接 输入一个指令就可以简单实现 为什么要害我 太瞧得起自己了 我针对的一直都只是飞轮 只可惜我漏算了你们几个 是我失算了 这就彻底下线了 这么说 我一直都误会你了 还几乎成为了灵徒的帮凶 别这么说 是我没想到连累了你 真的非常抱歉 这个智能精灵怎么处理啊 让我看看 说不定 他身上会有妈妈的线索 哈哈哈哈 这么容易就被骗了 啊 不对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那就是我的本体吧 三阶段实战数据 开始收录 贝伦 这个给你 哦 必杀晶片 对不起 贝伦 只有你可以突破逆境 打败灵土 拯救整个超世界 嗯 小心 你以为 你们还能赢吗 大爷 啊 远古 陈离锋